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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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3日 礼拜二 今天我们看到的信息 是《荷夏书》第一章第十节 到第二章第七节 这里面告诉我们 说到上帝怎么样的宣告 他对以色列的 这一个审判跟处罚 因为供应给以色列 神的选民的是上帝 是耶和华神 可是呢 这些愚昧的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却随着去敬拜所谓的巴黎 巴黎是一个掌管生育的 掌管农业的一个神 那以色列人认为他们 封条与圣来自的是巴黎 而不是耶和华的祝福 所以我们看到 上帝宣告的审判 上帝宣告的审判呢 是从他的 和西亚跟歌灭 那个淫大夫人所生的子女的名字上面 来宣判 我想我们去读今天的经文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看到 神祂预告了对以色列人的审判 不过呢 我觉得真的要感谢我们的上帝 他这个审判不是永远的 因为他留了一个淡书 只要人什么时候悔改 神的刑法就会停止 而且神的恩典会再一次的来到我们身上 以色列人被神管教 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 他们的这个国泰民安 封条与圣都来自于巴黎的祝福 结果上帝说 好 你真的这样吗 我就把我的饼 把我的水 把我的羊毛 把我的麻 把我的油 把我的酒 都全部给收回来 那你们认为巴黎给你的 你们去求好了 看看 这一个偶像 他能够带给你什么 神用以色列人的愚昧来处罚他们 其实我觉得今天 上帝对他的儿女 对基督徒也是这个样子 神常常用我们所心爱的 世俗的东西来管教我们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弟兄 他在他的婚姻生活上面 犯了蛮多的错误 他的妻子非常的好 可是呢 他却在外面去寻找我们今天所谓的第三者 结果我们知道的都在努力的为他祷告 因为这到底是人家家里面的事情 而且作为妻子的也不愿意我们为了这个事情去跟他的丈夫来约谈或者什么 他只有告诉我们为他们的家庭祷告 结果有一天我们发现那个做丈夫的垂头上去 好长的一段时间他形容消瘁 后来我们知道原来呢就是他所爱慕的那个婚外情的女主角移情别恋 看上了别人把他抛弃了 这个时候他才开始回到教会里面来 慢慢的我们看到他跟他的妻子又开始 第二个我们应该说是美好的第二尊 这个真实的事件告诉我们 他犯了奸淫罪 他在他自己的妻子外面 在他的婚姻外面 他有了一个不应该有的人 神就用这个人对他的背叛来惩罚他 让他也可以尝到他妻子在他的身上所尝到的痛苦 所以我们讲今天假如我们贪爱钱财过于爱神 神会用钱财来管教我们 今天我们有不当的情欲来代替神 神用这些东西来管教我们 难怪大卫这个被神管教过的 在八十八的这个不伦之恋的事情上面被神管教过的 他会说你的账你的肝都安慰我 即使那一个账那一个肝是用来击打我 用来审判我 可是最终的目的 是希望我经过神的管教以后 我可以回到神的正路上面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的公正 神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个字 上帝在宣告他与以色列的祖宗 他对亚伯拉罕的约 这个约是永存的 因此我们就看到 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约翰所写的这一段经文 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 多么大的一个应许 他说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 必赦免我们一切的罪 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 因此我们看到 上帝给这个以色列人的警告呢 就是告诉他说 你什么时候回头 我的恩典照样会临到你 今天这个信息 对台湾 对我们的世界 仍然是管用的 只要我们从我们败坏的道路上 回转归向神 异勿 所谓的 正在想讨论 因为面典照 偶像 偶像